的确 那个时候其实全世界 都在看着我们中国的 国宾护卫队的风采 我很好奇 你们的家人 是不是也会非常关注 你们每次执行任务的过程 对 每次家人都会 很关心 很关注我们 平时也是在电视里看到 但是我们都戴着头盔 只知道我们在里面 但也不知道哪一个是谁 大家都是一样的 所以他们可能很少 能够看到你们 现在的这个样子 对吗 对 所以今天挑战不可能 节目组也很有心 特地把我们11位 队员的父母 也邀请到了现场 我们在挑战不可能的舞台上 为大家带来了一次 新春的聚会 有请各位 哇 哇 哇 啊 哇 哇 来 站到你们各自家人的身边 这是一次特别的新春团聚 我看到很多战士 在听到家人的脚步声的时候 眼泪就已经出来了 应该也是很多战士们和家人 是好长时间没见了吧 队长 对 像我们的甩军 自从他入伍来了以后 还没有回过家 从入伍到现在 你没回过家呢 没有 多久了 快两年了 爸妈是否也挺想念的 是挺想孩子的 想成啥样 想的时候看看照片 那您平时也看电视吧 比如他们如果执行任务 外国元首访命 就刚开始的时候吧 我就很喜欢看着孩子 有的我不是家里面的朋友 有时候陪我一会儿看电视 他们就问我 这是哪个是你的儿子 我说一样的服装 我确实也分不出来 但是呢 我看着脚尖的身影啊 我心里都非常激动 非常高兴 我感觉这都是我的儿子 旁边的爸爸妈妈们说 我们也这么感觉 好像除了爸妈之外 我看到那是晨真 好像你身边 那是你妹妹 还是你媳妇啊 我媳妇 我还以为今天来的 都是家长 所以她是最甜蜜的一个 你知道吗 那笑容都已经掩饰不住了 来 我们请这个媳妇 也说几句吧 多久能见一面 一年见一次吧 那想念的时候怎么办 想念的时候就看一下照片 能像很多年轻人 想念的时候就视频一下 或者什么 一个星期可以聊一次 但如果他们要是 有执行任务保密阶段 就不行了 是吧 对 完全联系不上 你们俩结婚多久了 我们是2018年5月3号结的 新婚 晨真 给自己的这个摩托车 起了名字 我给我的车起的名字 叫小白马 因为我们的车辆是大体是白色的嘛 然后又加了一个特殊的意义吧 因为我媳妇姓马 所以说叫了小白马 因为在训练或者在执行任务 在部队的时候 也不能经常在一块 我的车就像我的妻子一样 能够陪在身边 我看到每一位爸妈 都是带着礼物来的 都带了些什么 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我这次给我爱带来了呼吸 因为我儿子在这当兵有七年了 我又七年没来部队一下 因为我晕车晕得很厉害 所以讲就没来 借这次机会呢 我就给我爱带个呼吸 因为这边天气冷嘛 我就叫他把穿上这呼吸 保暖好一些 那您这次是怎么来的呀 坐车来的 那您这次也是一路晕过来的 是的 谢谢大家 平时如果孩子回家 那爸妈肯定是要烧一桌的好吃的 好好地让他们放松一下 今天呢 爸爸妈妈们集体商量 给孩子们包了一顿饺子 对 爸爸妈妈一块 对 你看你看 我们今天给孩子们特意包了饺子 节目录制完 我们陪他们一起吃上热气腾腾的饺子 吃完之后 他们安心地回部队 我们也就安心地回家了 祝孩子平安幸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臣丝闻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